我这个床垫到了 我铺上看了看还不错 可以 这底下呢 我原先也买了一个板子 和这个也一样大的和重点 但是它现在发不了货 所以说我又把这个小桌子又放回去了 这边前面是垫了两块板 和它基本平吧 它其实并不是很平 原先买这个桌子主要是为什么呢 我在上面做饭 这个板子如果是不结实的话 万一断了 我当时是用酒精炉了 用了火 那可就完蛋了 趁着一着火可就完蛋了 主要是这个原因 现在用电了 就没这方面顾虑了 所以说我当时准备买一块板 和这样一样大的这么块板 结果现在发不了货 发不了货 这个倒货了倒是 先这样吧 然后将来还要换那个板 那更平一些 这还不是太平 然后铺个毯子在上面 这个毯子主要是夏天用的 如果是夏天太热的话 咱们就把毯子拿出来 把被子放下去 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买了一个 好像有点小的感觉 这个玩意儿 床罩 试试吧 原先铺路子 因为我们经常坐这个位置 一坐这儿呢 那个路子就往后出流 床本身也不是那么非常平 所以说要经常铺床 所以说为什么要买这个垫子的原因 一个是床可以纯平 可能睡觉更舒服一些 在一个日常 你比如说坐在这儿呢 干什么呢 它不往后出流 坐在这儿呢 也比较舒服 这个床不用经常动啊 也美观一些 哇 它们好像小啊 泡完以后的感觉还可以 可以吧 这就是平常的状态了 这个床宽有70 然后床呢是1米4 1米4有人说可能不够啊 将这块枕头啊 100%够了 没问题 我是1米7的身材 完全没问题 1米75也没问题 即便是我们铺双人床的时候 也是这么个格局 把中间那个座椅转过来 就像这一排一样 根据自己的高度 调整靠位的角度 只不过铺双人床稍微麻烦点 要每天搬东西 像冰箱啊 还有这个空调啊 你都要搬到前面那个驾驶座上去 这样子 或者是把空调放到这个后备箱 找个固定位置 固定住就行了 光搬冰箱 其实冰箱呢 也不用动 你要是真要是想长期那样的话 那就后面搞个架子 类似我这个架子啊 我原先这边还有一个 他们俩就不要了 搞个架子 架的这个车尾 这样把冰箱放上去 把这些东西也放上去 就OK了 就像这个车有的这个架子一样 但是这个车我不动了 将来如果换了车 比如说换SUV 那就需要打个架子 把冰箱找个地方 专门固定一下 甚至可以把这个空调 也放到架子上 用的时候再搬过来 就可以了 双身床睡肯定要比单身床舒服 但是呢 双身床不变的地方就是 没有这个块操作空间了 这个空间太重要了 你放洗手池啊 空调啊 包括上下车啊 冬天取暖啊 晾晒衣物啊 包括车内的活动空间 这一块都是非常舒服的 所以说一个人的话 就牺牲点这个睡觉的舒适度 这种布局是最合理的 而且这个车没有任何改动 只旋转了一个中排座椅 所以说交警啊 查了我大概都一百多次了 路上 看了看 他基本都没说什么 有些交警还问 你的座椅都在吧 我说都在 他一看啊 都在 所以说大家改床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不能像有些视频你看的 他一天到晚 施工量还挺大的 把座椅全拆了 然后进行各种装修 有一些从隔热开始做 做隔热啊 有作用吧 有作用 但是真正热的时候 它不起决定性作用 你可以起部分作用 所以说你那么大的工程量 如果你窗户上 这个隔热做不好 其他地方做隔热 那效果是被公办 他们做完隔热 然后呢 就是再打各种柜子 打柜子是最不值得推荐的 为什么呢 你看的使用啊 感觉挺好 其实使用有很多不便的地方 那个柜子定死了以后啊 90%多的柜子 可以说它不合理 设计的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啊 才是就是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 床车很多相互的设计啊 人家也是在摸索了很长时间以后 形成这么一个规律 我们个人呢 就说你在比着葫芦画瓢哈 但是你的空间和房车不一样 所以说很多人啊 照猫画虎 最后反了一圈 拆吧 又不好拆 我看见过很多这个类似的这种例子了啊 他们一在装 我一在看 我一在笑 因为你不好意思给他提什么意见 是吧 当然提意他也不听 其实就不如像我这样子啊 车内真正装东西啊 地方就是主要是衣物 多一些 其他还有一些小零件 最多的就是衣物 找这么个车顶啊 这就OK了 不会影响你车内其他的空间使用 我原来给大家说过 尽量往外推嘛 四脚 窗下 然后再一个就是什么 他有很多人铺地板 铺地板吧 这个事怎么说呢 你要有相信意志啊 也可以铺 因为那个东西 审车的时候它不影响 它不像这柜子什么的 你审车的时候你得拆 你怎么装呢 你都怎么怎么拆 可能还拆不好就废了 所以说我其实我也在看网上很多这种相关的视频啊 我就跟着感觉 目前我这个方案啊 是最简单的 而且 达到了同样的目的 省车时候还不麻烦 舒服 包括这个桌子也是 很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搞那么复杂呢 很多人搞得很复杂的一些桌子 我就很奇怪了 你看我的桌子 十来块钱 就解决了个大问题了 啊 收纳非常的方便 往边上一扣 OK了 做饭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啊 甚至我写字的时候也拿出来 很简单 这个小桌子我用了三年了 质量非常好 所以说我是这个理念啊 我把床车呢 这个布置哈 把一些看似很复杂的东西 我尽量简单化 越简单越好 然后呢 尽量利用一些现成的东西 有人说你自己不装修这个车 说明你动手能力差 我觉得这话可能说的不是很准确 因为我们这一生啊 很多人都干过很多事情 都能干 但是为什么不多动脑子 尽量少动手呢 而且是 都动脑子带来的效果 比那个都动手 要强很多 你像有些那个朋友 搞了一个卡座 是吧 然后 再铺床 平常做卡座 让他感觉挺舒服 啊 然后每天铺床的时候 他没想想 其实一出去自驾游时间一长了以后 他自己又深入体会了 天天铺床是什么感觉 又烦了 他自驾游乐趣又少了 甚至他又不想出去了 我自己带了帐篷 我也有遮遮桌椅 我说实话 我为什么喜欢在车里做饭 太麻烦 执帐篷收帐篷 啊 整这一套 能拿着累的喝狗熊似的 啊 只有片刻的喜悦 当然旅行方式不一样啊 决定的这个行为方式 如果你是漫游的话 你可以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干 你就干这个 这还行 关键咱出去还是要看风景啊 以看风景为主 你什么叫自驾游啊 你是去游的 你搞这所有这一套东西啊 费这么大劲 也只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后方 是不是啊 它不是你的前沿阵地 我们的前线在什么地方 在那些山水之间 当然这个话题有点扯远了 这是个理念问题 我们还是拉回来 就说现在目前这个改装车啊 今天主要是介绍这个床 床怎么改啊 你是单人的也行 双人的也行 然后呢 嗯 床板呢 我虽然这次没买到 将来还要再买块床板 啊 如果你是双人呢 出行的 你可以买两块床板 平常 单人的时候可以放在一起 双人 需要双人出去的时候 把那个床板一扑 OK 就是双人床 非常的灵活 是吧 这些费用都是非常小的 啊 小费用 一个床板一百多 啊 床垫子一百多 啊 这个钱是该花的 其他那些装修啊 我个人建议你又没必要 啊 特别是刚准备出去的朋友 你就像我这样子啊 现在很多SUV它都是 后边都是平的 这些手续都全都省了 省了 是吧 你只需要卖个床垫 往上一扑 就OK了 越简单越好 总之啊 你先解决睡觉和吃饭问题 这两样解决了以后 其他的东西可以慢慢来 是吧 那么好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再见